-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DY 跟你看店 - 讓你看店的各位跟我是XDY - 歡迎收看HMS36 -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- 我們將會有365天的篇幅 -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- 但你了解歷史上發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喔 - 我們今天又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金老師 - 嗨 大家好 - 1940年5月10號 丘吉爾上任 - 好啦 我覺得提到丘吉爾這個人 - 我覺得他應該是只要提到英國人 - 蠻具有代表性的一個英國人吧 - 是 - 對 而且我覺得他甚至是近代史上 - 最符合英國人形象的那個樣子 - 就是你只要提到英國這個國家 - 你腦袋裡面蹦出了一些歷史人物 - 可能丘吉爾就是騎這麼一個 - 對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- 非常非常值得去討論的一號人物 - 那這號人物呢 - 在歷史上的定位啦 - 或是他的為人啊 - 或是他的一些小故事啊 - 有趣的一些生活習慣什麼的 - 我覺得都是可以讓後來的人 - 就是茶葉飯後之語 - 然後來閒聊 - 或是認真去研究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- 這樣子 - 好 那既然我們提到的是 - 秋吉爾上任英國首相 - 那也就是好奇就是說 -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- 他上任英國首相呢 - 這個時間呢 - 就要回溯到第一世界大戰結束啦 - 那因為第一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 - 因為世界各國對這個 - 戰爭的原因都 - 把這個矛頭指向德國 - 所以德國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- 國內的一些反彈 - 那也 - 讓這個鼓吹 - 極端民族主義 - 法西斯主義的 - 納粹勢力開始崛起 - 嗯 - 然後就不斷的這個 - 併吞所謂的亞歷安民族區域 - 這個不斷的擴張自己的勢力之後呢 - 讓這個歐洲再度陷入了這個 - 戰爭邊緣的危險局面 - 那這個時候呢 - 因為世界各國很害怕 - 就是再一次陷入像是 -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子 - 大規模毀滅戰爭的局面 - 紛紛提出了所謂的 - 綏進政策 - 是 - 就是姑息主義 - 那當時的這個英國的首相是 - 張伯倫 - 他是希望是用這個和平的方式 - 來解決德國 - 當時他佔領蘇台德地區的問題這樣子 - 並且他就是有點妥協 - 然後讓這個納粹德國呢 - 並吞斯洛伐克等地 - 然後來割讓給蘇台德 - 對 -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 - 欸 - 好啦我用這塊地 - 這樣你滿意了嗎 - 拜託你不要再擴大了 - 拜託這樣子 - 而且呢甚至還跟這個納粹德國 - 齊特勒啊 - 或是他手下這些人 - 簽訂了一個所謂的和平協議之類的 - 而且他還很得意 - 拿了這張合約 - 馬上就是做回去這個英國倫敦 - 然後下飛機 - 媒體湧上來的時候 - 欸 - 這個合約是我去談成的啊 - 希特勒跟我promise說 - 接下來他會讓自己的行為 - 稍微比較收斂一點 - 然後這個東西啊 - 都是我談的啊 - 那墨水都還沒有乾啊 - 而且他還說什麼 - 這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和平這個樣子 - 對對對對 - 然後結果沒想到 - 欸 墨水還沒乾 - 希特勒就接下去他的下一步了這樣 - 其實這個綏靖主義 - 或是所謂的姑息政策啊 - 到後來啦 - 我覺得後世 -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的狀態的時候 -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個決定 - 那當時的這個邱吉爾呢 - 他是所謂的主戰派 - 他就是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句話 - 就是說你為了避免戰爭發生 - 去做的這些妥協 - 你最終還是要去面對戰爭 - 是 對所以他說的這些話 - 其實是有點讓國內就是認為是說 - 他都已經跟他談好這種條件了 - 也順利的解決了 - 用外交的手段去和平解決這件事情 - 難道不好嗎 - 這樣子 - 可是邱吉爾他就一直都很堅持自己 - 就是說必須要去跟納粹德國做一些比較強硬的手段 - 這樣子 - 我們剛剛就講了嘛 - 納粹德國就在1939年的9月 - 就打破了這個和平協議 - 就入侵的波蘭 - 就引發了軒然大波 - 那這也讓這個英法兩國隨即 - 就向這個德國宣戰然後第二次世界大量爆發 - 那張伯倫啊 - 就因為當時他就是拿了這個和約嘛 - 哇這個我們談出來的這個和平啊 - 結果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就是有點猛 - 所以他當時就被這個下議院提出了不幸任案 - 然後英國就面臨了所謂的倒閣 - 或是求和派或是主戰派兩方的這個鬥爭這樣子 - 那張伯倫就在不幸任案表決前啊 - 就主動辭職 - 所以就辭職下台之後呢 - 就讓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啊 - 推薦這個邱吉爾擔任首相的職位 - 那也蠻有趣的就是說 - 英國首相這件事情其實是英國國王去任命的 - 他去挑的 - 但是他挑這件事情呢 - 其實是下議院或是這個所謂的議員 - 國會去給他建議的 - 所以並不是國王說我今天任命哪一個 - 是我非常的由衷希望他來這樣子 - 反而是有點像是 - 你知道英國他們的政治體制是有點聲勢啦 - 就是說我邀請你來 - 擔任我的首相好不好呢 - 就是一定要經過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- 所以當時的喬治六世啊 - 他提名這個邱吉爾擔任首相 - 其實是非常的不願意 - 因為邱吉爾就是要打仗嘛 - 是 那沒有人願意就是看到這些局面變得惡化 -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張伯倫跟邱吉爾兩派 - 這個人馬就是僵持不下 - 所以張伯倫的這個內閣 - 或者他同一個派系的人 - 就是故意讓邱吉爾上任 - 然後要給大家看 - 就說好啊你這麼會講 - OK啊就讓你來擔擔看嘛 - OK 所以就喬治六世就讓邱吉爾擔任首相的職務 - 那當時邱吉爾其實是反對 - 姑息主義政策之中最大力的一個政治人物 - 甚至是在當時的英國就是他擔任所謂的不管不大臣 - 那蠻有趣的啦 - 就是不管不大臣 - 你聽起來好像是他不管事情 - 對 實際上呢 -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裡面 - 這所謂的政務委員 - 對那政務委員的等級是有一點點 - 跟這個所謂的行政院院長 - 底下的一個部長的等級是可以平止平坐的 - 所以算是一個任務型的一個政府的官員就對了 - 那他被重新的任命 - 擔任第一海軍大臣 - 然後也是短短時間之內的 - 擔任了戰時首相的職位 - 所以就有一點像是被趕壓的上架這樣子 - 是的 - 那他第一個面臨到的一個最大的危機 - 其實就是敦克爾克的大行動 - 就是所謂敦克爾克的撤退 - 那這個撤退的行動 - 其實最正式的名稱是發電系行動 - 也是世界上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戰略性的撤退行動 - 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行動 - 重新的整頓了在歐洲大陸的英國士兵 - 把這些士兵接回英國本土之後呢 - 進行整備 - 並且為接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陣 - 重新做好對納粹德國的長期抗戰 - 所以其實我覺得秋吉爾上任之後 - 算是趕壓上戰 - 然後就是大家都看著他準備要出球 - 然後實際上我覺得他是很有魄力的一個人 - 就是一旦決定做某件事情 - 他就有決心把他做到底 - 而且是堅持己見那種折善固執的感覺 - 就是他會去堅持做這件事情 - 就是他已經認為是說 - 我們不要再三心惡意 - 我們不要再那邊扭扭捏捏捏 - 一下就說 - 好我們跟這個人談談看 - 討論看看 - 我們是英國紳士 - 我們要用這種比較禮貌性的方式 - 就是來尋求和平的手段 - 沒有 就是跟英國人硬起來 - 我們一旦決定要做什麼事情 - 我們就去做 - 我們不要再三心惡意 - 然後什麼 - 一下要這個一下那個 - 沒有 好不好 - 就是最終我們就是要面對戰爭的發生 - 所以就是第一個面對現實 - 第二個就是想辦法解決問題 - 然後第三個就是你要展現自己的自信 - 不要好像三心惡意想要做很多 - 有的沒的 - 然後搞的就是最後沒有一件事情成功 - 所以我覺得這個秋吉爾上任首相這件事情 - 我覺得他站在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歷史轉捩點 - 然後對照到這個我們上一篇的歷史上今天 - 那個歐洲戰場的結束 -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這個 - 這個六年之後 - 這個英國是從一個被逼著回去 - 然後渡海這樣回到自己家鄉的一個狀態 - 然後結果成功的可以跟英國或是這些猛軍 - 然後把這個戰爭結束 -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決心跟毅力 - 才能夠辦到的事情 - 這樣子 - 對所以我自己個人是很推崇大家去研究秋吉爾這個人 - 而且這個人真的某方來講就是 - 他很厲害一點是 - 就算他後來從那個首相位置上退休了 - 他就著手寫二次世界大回憶錄 - 然後為他贏的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- 對我覺得超酷 - 對厲害 - 就這個人的文學造詣很高超 - 而且文筆很好 - 然後他任何的這些演講的稿子 - 或是他的演講的一些內容 - 其實都是出自他之手 - 是的 - 對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- 這個人的用字潛詞是非常精準 - 他沒有那麼多廢話 - 可能我們需要跟他好好學習 - 真的 - 對你知道Podcast有時候是會講幹話 - 對 - 沒有我想表達的是說 - 他的用字潛質是精簡 - 精簡再精簡 - 就是你會看到說 - 哇他用這個字 - 真的是說到我心坎裡的 - 那個一針見血的那種感覺 - 是非常的過癮 - 所以我覺得啦 - 就是他任何一個一場演說 - 拿出來好好的細細品 - 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- 我們有一些英文老師 - 甚至就直接把邱吉爾的演講稿拿出來 - 後來當作上課用的教材 - 也的確啦就是看一些東西之後提到的電影 - 就是會覺得說 - 他的演講 - 就算我不是一個懂英文的人 - 會覺得說 - 哇他的演講非常的有氣勢 - 然後就是會 - 你會感受到他的那種滿滿滿的能量 - 灌到你身上去那種感覺 - 真的很棒 - 好啦 - 那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研究的話 - 那我們就來看電影吧 - 好耶 - 那近期有很多描述有關邱吉爾的故事 - 或是只要聊到英國歷史 - 尤其是二戰或是二戰前後的這段歷史 - 就一定會有邱吉爾的角色 - 但是如果是專門描述邱吉爾的人的話 - 我自己是個人非常推薦 - 《 最黑暗的時刻》這部片 - 這部片是2017年的英國電影 - 是由喬萊特所知道的電影 - 並且是由當時的影帝 - 蓋瑞歐德曼所飾演 - 溫斯頓邱吉爾的人物 - 對 那也讓他獲得了奧斯卡的影帝 - 對 那這部片其實 - 並不是從邱吉爾出生開始講 - 就是從二四世界大戰爆發前戲 -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張伯論 - 這些人還在的時候 - 所面臨到的這個 - 英國到底要怎麼樣 - 在這個最危急的時刻 - 面對這個潛在的威脅 - 為什麼叫做這個最害的時刻 - 就是因為是英國人最危急 - 也最關鍵 - 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- 那這個時間點有邱吉爾出來 - 他其實某一方面程度來講 - 他就是有貼身的 - 進入了邱吉爾的心理狀態 - 甚至是他怎麼樣去面對 - 國內這些政敵看我出糾 - 一方面我要面對國外 - 這些英國士兵們 - 或是我這些手下的這些將領 - 都跟我講說 - 我們快不行了 - 趕快來救救我 - 我要怎麼辦 - 就是內憂外患 - 然後另一方面他要用他自己的 - 演講的能力 - 去說服政壇裡面的人 - 跟我一起團結合作 - 然後一致對外 - 我覺得這部片 - 聽起來它是一個非常硬的歷史片 - 可是我覺得他這部片 - 真的是充滿了那種 - 很有氣勢 - 很有戲劇張力的那種氣氛 - 是 - 看的時候是非常過癮 - 我也覺得 - 而且我覺得他之所以就是 - 這麼說吧 - 他除了在講一些主線軸之外 - 它裡面也添加了非常多 - 我個人覺得非常不錯的一些生活橋段 - 就是那個秋吉爾這個人 - 私底下的生活很多部分 - 其實都非常的好玩 - 這個樣子 - 愛喝酒 - 愛吃這樣 - 愛吃 - 愛抽學家 - 愛抽學家 - 國王甚至不是有一個電影 - 當中有個喬家官說 - 你是怎麼會看到說 - 一早就愛喝酒了 - 然後秋吉爾說 - 喔Practice練習 - 好不好 - 這是國王超慢的好不好 - 可是某方面 - 我覺得他蠻幽默的啊 - 對阿沒有錯 - 對 - 而且就是我還查到一些東西 - 就是他 - 我剛剛不是說他這個人就是很會講話 - 對 - 那你千萬不要被他diss - 因為他這個人都會被diss - 因為他很會喝酒 - 那個原因聽說 - 其中是因為他家有遺傳性的憂鬱症 - 所以他喝酒是說我也要對抗憂鬱症 - 那我這邊有查到說就是他有一次就是 - 就是又是喝多啦 - 因為他一天到來都在喝酒 - 他就喝多啊 - 他就跑去那個上班 - 那個時候旁邊坐了一個女議員 - 對 叫做貝斯布列德 - 我們待會就叫貝斯好了 - 貝斯小姐就看到秋吉爾 - 坐在他旁邊 - 然後全身都酒臭味 - 然後他就超暴怒的就說 - 溫斯頓你醉了 - 而且醉得真噁心 - 然後就這樣pink - 然後結果秋吉爾就回覆說 - 喔親愛的貝斯 - 你真醜 - 而且真的很醜 - 但明天我就清醒了 - 而你還會一樣的醜 - 超低死的 - 喔明天就醒啊 - 但是你的長相沒有辦法改變 - 對 - 這個人真的很會嘴炮這樣 - 對 - 就好像我在開錄之前 - 我也有跟稍微說過 -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- 當時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吧 - 英國有個蠻有名的元帥 - 蒙哥瑪莉 - 對 - 就是他後來在北非戰場之後 - 對決那個羅梅爾 - 結果後來有一次就是 - 那個秋吉爾要跟蒙哥瑪莉 - 商量事情 - 結果秋吉爾就禮貌行為 - 他說好啊 - 那我們現在要談事情啊 - 那你要喝點手嗎 - 就是說你要不要喝點酒的意思 - 結果蒙哥瑪莉就跟他說 - 喔首相先生 - 我不喝酒了 - 然後我也不抽菸了 - 所以我有百分之百的健康 - 然後結果秋吉爾就說 - 他一直抽一支 - 所以我有百分之兩百的健康 - 嘴炮 - 對你就嘴炮 - 反正就是 - 反正你我個人就覺得啊 - 你千萬不要跟秋吉爾吵架 - 因為他會把- 不可能啊 - 因為他會把你嘴到你完全無敵 - 我覺得 - 我覺得他是那種機制 - 對 - 像我自己個人很喜歡 - 一個小故事是 - 秋吉爾有一次在大庭廣眾前面 - 然後就是演講 - 然後就是演講到一半的時候 - 就有人地址條給他 - 然後地址條裡面他都打開來 - 就發現裡面就是一個笨蛋這樣 - 就是笨蛋 - 是 - 就這樣 - 那個秋吉爾就直接講說 - 啊這個人可能太緊張 - 只是署名這樣 - 哈哈哈哈 - 呵呵 - 對這其實就是很機制啊 - 就是人家diss他 - 他反擊的時候 - 其實是有點借力實力這樣 - 我覺得這個算是天生的才能 - 因為像我就 - 我其實別人 - 我其實對啊 - 我收到那個資料 - 我應該會氣得牙牙的 - 然後接下來就會 - 開始影響我自己演講的狀態 - 對對對對 - 開始影響我心情 - 對 - 可能要花時間才能平復 - 你知道有時候 - 我其實蠻佩服 - 就像比如說有些youtuber - 就是面臨到就是底下 - 會有人diss他的一些留言 - 然後他可能會 - 特別去錄一個 - 什麼回復酸民留言的影片 - 然後就有些人可能回得很好笑 - 我其實蠻佩服這些人 - 因為我很不喜歡去做這種diss人家 - 因為第一個 - 我想不到什麼diss好的方式 - 第二個 - 我覺得diss的過程中 - 我可能會動到我自己的情緒 - 然後影響我接下來的創作 - 那我還不如就是不要去看他 -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天生的才能 - 我舉一個不是秋吉的例子 - 可能真的這個人反應數很快 - 我印象中好像是歌德 - 是德國蠻有名的一個文學家 - 當時好像是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- 結果他對面也走來一個人 - 而且這個人跟他算是仇家關係 - 然後這個人就有點 - 就是看到他就不爽 - 所以他就說 - 我這個人絕對不會對笨蛋讓路 - 然後意思是罵歌德是笨蛋 - 結果歌德說我跟你相反我會 - 然後歌德就讓到一旁去 - 然後意思就是你是笨蛋 - 沒關係你先走 - 這樣 - 我覺得這個反應超快 - 為什麼呢 - 因為他既解決的事情 - 就是我們真的必須得有人讓路 - 與其我在那邊一直跟你一樣對場下去 - 所以如果硬碰硬的話 - 其實反而會讓那個場面很難 - 就是好啊你要走就走吧 - 但是沒有關係你要走之前 - 我還是稍微diss的 - 但是我會想 - 我會給笨蛋讓路的 - 你要走你就走吧 - 這種感覺 - 所以我覺得這種真的是天生的能力 - 所以丘吉爾這方面 - 他的變才我其實覺得很酷 - 然後但是這個人某方面 - 他的私生活也很搞笑 - 就是一天當天在狂喝酒 - 喝的醉醺醺醺 - 應該說他不會喝醉醺醺醺 - 他是明明就是那種已經喝 - 就是別人會覺得 - 你是不是喝多的狀態 - 可是他是越喝就越有精神 - 然後處理事情就是越來越 - 我覺得他真的很像我某個大學老師啦 - 是嗎 - 就是他在算公司之前就一定要喝 - 要不然他會算錯 - 是啊 - 我覺得某些人的體質 - 可能就是比較適合那種狀態 - 對 - 對 - 因為他後來也有曾經說過一句話 - 就是丘吉爾自己說 - 我沒有香檳就活不下去 - 在勝利的時候值得來一杯 - 不過推上的時候我也需要香檳 - 我不管怎麼樣我就要喝酒 - 對 - 尤其是我最需要處理事情的時候 - 我就是要來一點來助助性的樣子 - 他可能他的體內就是要保有這個0.005的酒精 - 對沒有錯 - 哈哈 - 歷史上今天的片頭 - 嗯 - 對 - 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個動作 - 就是所謂的V字手勢 - 對 勝利 - 對 那這個勝利手勢 - 其實就是victory的意思啊 - 所以就是你知道台灣有時候有些人會說什麼 - 啊我們要比業 - 我都覺得比業這個名字真的很爛 - 你就說V字手勢 - 這其實就是一個專有名詞這樣 - 是 - 而且我們在電影裡面其實有看到他比反 - 對 我超喜歡這個片 - 而且我如果不是這個電影的話 - 我不知道原來有這方面的情味 - 喔 OK 原本不知道就是反著比是罵人 - 對啊 - 而且我覺得那個電影當中演的 - 我說他會有一些生活變成作為調劑 - 就這個也是我覺得很經典之一 - 就是那個當記者問他說 - 欸那個首相大人 - 你覺得我們面對德國有什麼樣的狀況 - 你有什麼樣的信心的時候 - 抽抽吉爾 - 他就反比的這樣 - 啊就反比的一個V字這個樣子 - 然後我覺得很帥很酷啊 - 對那種無聲的回答我覺得就很酷 - 結果後來他的女秘書看就一直在笑 - 然後抽吉爾問他說你到底在笑什麼 - 他說手相大人你知道這個姿勢 - 在我們家鄉代表什麼意思嗎 - 然後抽吉爾說什麼意思 - 喔 幹爆你這樣子 - 而且要幹爆你兩次 - 幹爆你兩次 - 可能不是有些人會比中職 - 其實比這個幹爆你 - 然後那個什麼 - 其實在伸出一根手機 - 我要幹爆你兩次 - 這個樣子 - 然後我覺得是這個意思啊 -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對你的敵人就是 - 然後就其實那個什麼 - 手相大人你要有什麼東西 - 要對德國人講話 - 呀 - 對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- 這也很有氣勢啊 - 沒有錯 - 對 - 雖然我覺得這部片他 - 他集結了很多這種 - 秋吉爾的積溫意識啊 - 就是歷史上可能有對他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- 然後把它集結成一個完整的劇本 - 我覺得某方面程度來講 - 如果你想要短時間內認識秋吉爾這個人 - 然後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- 我相信你應該會再找更多的資料 - 或是更多的電影 - 然後來看這個秋吉爾到底是什麼樣子 - 好了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歷史故事 - 還有我們所推進的電影 -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- 什麼樣的想法 - 或是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呢 - 都快在留言區塊留言 - 或是在手播中的工作互動喔 - 當然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-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連結束粉絲 -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- 那我們下一次的H&M365再見啦 - 掰掰 - 掰掰 - 一點點燈 - 得到 - 嘗 - 角鈴 - 戶阿 - 嘗 - 探